你目前开发客户的方式还是在路边发传单 打陌生电话八节大楼警卫吗 天啊 难道你不知道这已经是30年前就在用的老方法吗 嗨 我是国际超级房仲间业务品牌学院的创办人Zack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这个频道 我这边主要是在分享国内和海外房地产的分析 以及教导业务员如何透过网络打造个人品牌的主题 如果你对这一类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请在影片开始请按下喜欢、订阅和开启小铃铛通知 这样未来我有更多能够帮助你的新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咯 对了 今天的影片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 因为影片最后面 我会分享一个对你非常非常有帮助 而且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好康给你 这个好康可以帮助你成为你的商圈内 大多数客户都会想优先指明你的新方法 那么回到我开头讲的 很多房仲业的业务员现在都遇到一个困境 那就是 无论你在怎么努力 日晒雨淋 寒风苦语的去挨家挨户拜访客户 或者拉下脸去拜访那些转个258万的大楼警惠 还是每天晚上加班到10点11点 去打那些一直挂你电话的五九一屋主 然而 你每个月新增的客户数量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更可怕的是 那些少数愿意上门的客户 忠诚度是不是也越来越低 很多都只是看看就走了 对吧 因为如果你们家屋间售价不够便宜 你的服务费降得不够低 那么这些买方便会毫不犹豫的离开你 屋主也完全不给你委托卖房的机会 搞得你得额外去做那些 替屋主搬家 替买房打扫清洁的杂事 就只是为了求一个机会上门 也许你会说 这行不就是这样吗 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公司那些前辈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OK 这我当然知道 因为我的父母亲曾经就是超过30年 房仲经验的资深店长 这些旧方法已经使用超过30年了 30年前的客户连iPhone都没有看过 请让我一针见血地说出重点 继续用这种旧方式 三年内你一定阵亡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呢 因为不光是你和你的同事 不光是我爸妈以前手下的业务员 截至2015年时 我也做过这样的模式 我曾经在加盟店被迫用了这些旧方法 用了半年 最后的结果就是 每个月能够开发到的客户聊聊个数 更别说是诚意客户了 所以开发不到好客户的我 业绩整整挂单半年 一件都没有成交 一直到我用了新方法之后才大大开始转变 让我从每个月开发不到三个客户 结果竟然可以暴增十倍以上 这边我就直接把我的成果和证据的连结 放在画面上给你看 你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图片 我光是靠部落格在Google上的曝光 过去三年总共来了381位客户 平均每个月就有9.5位客户上门 你可以点进去看里面的连结 里面有每一位客户的部分个资 IP和留言日期 再看看我最主力的赖官方账号 过去五年总共募集超过1500位客户上门 等于平均每个月就有25.4位客户主动找上我 所以让我们来算一下 部落格9.5人 赖官方账号25.4人 所以我平均每个月有34.9位客户上门找我 而且事实上我完全没有守线 没有派报 没有默开 也没有靠亲有人脉的情况下做到的 重点是 不但客户上门的数量变大 同时客户的成熟度也瞬间拉高很多 再加上我使用的社群媒体几乎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每个月所有的营运成本只有1335元而已 你可以回想一下 目前你使用的那些昂贵又只有一次性的传统广告 每一次要花你多少钱 我只靠这么一点点的成本支出 就能让业务能力很差 画素技巧很普通的我 在完全没有出去跑客户的情况下 过去五年平均每年的业绩都至少在200万以上 甚至最高的那一年 我只是靠卖低总价的曼谷房地产 就做到了467万的业绩 再看看这张照片 这是我前阵子收到永庆家务总部的推荐 到永庆和有潮市的区域会议 教这些第一线的房仲们 如何通过网路做个人品牌的现场照 讲到这边你可能会很好奇 我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有这样的成效 靠什么样的方式 这竟然可以让这么多客户都有好的信任感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靠网路以及个人品牌 听到这边你可能会说 我知道啦 网路没有用啦 我跟很多同时都试过了 效果有够差的 哦 真的是这样吗 你非常肯定吗 那为什么你做不出效果 而我却有这么好的成效呢 我只要反问一句话就行 请问你的网路行销 是不是大多数都在po物件 OK 如果被我说中的话 那么答案就很明显出来了 不是网路行销没有用 而是你使用的方式没有用 就像那些传统开发客户的旧方法一样 错误的方式当然只会让你越来越没有效果啊 那么接下来你可能会很好奇 到底我和你做的网路行销有什么不一样呢 关于这个主题实在是真的太大了 我没法在短短的影片中一次交给你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话 请注册影片下方的15分钟免费线上培训短片 这个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这部短片会教会你我完整操作的具体模式是什么 不过影片我预计过阵子付费课程开始销售以后 这部免费短片我就会立刻关闭 建议有兴趣的人可以尽数把握最后的免费机会 但如果用一句话来讲 在网路行销方面 你和我的做法有什么具体不同的话 那答案就是 你做的属于推销 而我的做法属于吸引 客户就像铁 我们业务员应该是成为磁铁 把含铁值的客户给吸引进来 而不是像传统凡人的业务 整天都在强拉客户进来做生意 这种模式就叫做强迫推销 请记得 包含你自己在内 没有人是喜欢被推销的 那么为什么你每天还在推销物件给你的客户呢 我相信看到这边的你 现在心里面一定会冒出的抱怨就是 我的文笔不好 又没办法写部落格 我又没学过拍片跟剪接 我要怎么做YouTube频道 我现在还太值钱 没有什么曾记得我凭什么在网路上分享 我现在已经太老了 年轻的那些网路的东西我根本学不来 请让我跟你分享 上面这些其实完全不是问题 只是你的限制性思维给自己找的借口 你知道全球2020年收入最高的YouTube当中 第一名是一位今年才满9岁的小孩吗 你知道英国有位非常知名的电影DJ 是一位年纪超过80岁的阿嬷 如果老人和小孩都有办法跨出那一步 做到大家认为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那么凭什么我们不行呢 重点应该是 你愿不愿意为了这样的成果去行动 而不是让那些老前辈 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讲干话 一般人的思维是 这个东西好难 我没办法做到 但成功人士的思维是 这个东西好难 我应该怎么做到 而且做得比别人更好 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在跟客户说的观念 对吧 而且其实说起来 去学习那些写文案 设计影片脚本 剪接软体 还是学会在IG上面制作像样的图片 只要有正确资源教你的话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完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困难 而且开场我有提到 到底是什么好康能够帮助你 让商圈内的客户优先指名呢 答案就是 我已经筹备了很久的线上课程 业务品牌学院 这个正式课程预计在今年的第一季上架 我们会在这个课程教会你 无限写出好文章的方法 怎么写出优质天文的方法 提高客户忠诚度影片的方法 还会手把手的教会你 如何利用脸书 YouTube之类的自媒体 24小时不停的 替你免费开发新客户的方法 帮助像你这些默默努力的业务朋友 可以在获得高业绩的同时 还能够拥有更多的业界知名度 而这次好康优惠的对象 是有注册15分钟免费培训影片的人 我会在我的开课之前 免费赠送这个付费课程 给三位当中的幸运儿 但如果你不希望上付费课程也没关系 我这个YouTube频道会持续分享免费的内容 希望可以尽量帮助到你 而且几乎所有的成功师都说过 这世界上投资报酬率最高的投资 就是投资我们自己的脑袋 但是免费内容毕竟没有付费课程那么详细 那么有系统 如果预算足够的话 很建议你一定要投资自己 学会高收入的技能 OK 请问关于想要替自己在网路上做生意 替自己打造个人品牌的你 目前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A 完全没有头绪 没概念 不知道怎么着手 B 自己和同事都没有什么成效 让我感到很不安 C 找不到适合的对象来学习 D 担心抽不出时间来创作网路上的内容 E 其他 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你的顾虑哦 最后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将这部影片分享到您的脸书上 让更多人知道 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才是高效率或者诚意客户的新方法 从此也请你在影片下方按下喜欢 订阅和开启小铃铛通知 这样未来我有更多能够帮助你的新影片 你就不会错过了哦 那我就感谢具备成功特质的你看完这部短片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